哈囉 我在用光教拆鐵皮屋 哈囉 我們來拆拆鐵皮屋的工程 你看這個已經一大堆了 看一下齁 你可以用光教點比較人全部帶進去 光教 他下面寫0.5 然後上面寫一乘 Attention 你就要拉 那個是不是那個 你要拉緊 它就會廣角 然後 上次我有拍還是要上面拆 那個很危險 那個已經拆完了齁 跟這些古架 הו 還有最後只剩這兩個而已 ok 然後下面拍一下 手機不要帶在這邊而已 幾樓高耶 你要拍幾樓高是不是 很高喔 腳會暖掉了BE Second 三四樓我都有辦法 這四樓高 我們現在站的是四樓高 腳會軟掉了 這場也是我跟我老婆兩個人拆而已 拆板子是我爸第一天來幫忙 其他骨架大梁我都跟我老婆兩個人 拆這個我們是著重於安全第一 所以拆這十七天的事而已 拆拆三四天就 我們那時候拆到現在幾天 反正差不多三四天四天 一個禮拜以內就會拆得好 這種比較大間的一個禮拜都可以拆得好 而且拆的時候這邊都會把你掃得乾乾淨淨的 安全第一 所以如果聽鐵板子在金門村 聽鐵板子在找我 我不是只有做新的而已 拆鐵比我跟老婆都是內行人 我們會有辦法搭上面一整間這樣子搭起來 像那邊也是一樣 你看 你看 好 那邊有一件 一整間搭起來了 那邊也是 你們看 這種一整間搭起來了 我都有辦法 OK 這麼大間要拆我都有辦法 所以我再業配一下自己的本業 工作實 真實的工地現場 拆除了 我們就剩這兩隻弄一弄 再掃一掃 到時候綁一綁 準備要吊掛了 對啊 上面參那個比較恐怖 沒給大家拍了 OK 然後最後喜歡我們影片 歡迎聽我們 陸續會拍一些鐵工實際 真實的工地現場 再拆除的現場 或是做新的現場 OK 影片結束了 拜拜